国道交通大回堵塞成一团 原来前方发生连环车祸 招式车辆打横路中 只见零件散落一地 整辆车壮的宛如废铁 放慢一看近 还有女乘客冲破挡风玻璃 整个人上半身趴在引擎盖上 监视器同样拍下警耸一幕 黑车车头被血一半 锦销道场围着车辆紧急救援 当时车上三人受困 其中女乘客疑似因眉系安全带 被撞飞出来 身体一半在内 一半在车外卡在挡风玻璃上 东弹不得 而一旁驾驶更惨 受到猛烈撞击 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这一档车祸发生在国道一号 南下38公里处林口路段 原来清晨5点多 一名女驾驶变换车道不慎 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撞 导致对方失控 重蹈外侧车道 当时脱条车到场排除障碍 没想到事故准备落幕时 后方驾驶黑车的王姓男子 却直接高速追撞脱吊车 强大撞击威力 酿成一丝两重伤 其中招式驾驶伤重不治 车内女乘客则是一人头部撕裂伤 另一人右脚骨折及左脚擦伤 招式驾驶 一次没注意车前状况 也没保持安全距离 导致反应不仅酿成躲密事故 详细照应警方将进一步厘清 但还是提醒用路人 开车得夺留衣服 这一不留神就容易遇上死神 近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